欢迎回来 日本众议院解散正式进入选战阶段 面对安倍经济学失败的批评声音 安倍政府企图再用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拉拢选票 那韩国媒体甚至预测说 安倍可能在选举之前会参拜进国神社 同时安倍政府呢 在加强军事力量上也是动作频频 日本准航母初云号日前正式完成了试航 明年将会服役 另外日本将构最新的预警机 这将大大的提升日本海字的战力 日本进入大选时间 媒体广泛认为 安倍日前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是企图延长自己的政治寿命 安倍政府也知道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安倍经济学将面临考验 成为选举中的不利因素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弥补 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一方面努力宣传 安倍经济学的成果 力图挽回民心 一方面在对外关系方面开始大做文章 企图煽动起国民情绪 日本东京新闻称 自民党已确定在选举中对外发的传单内容 除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外 传单中写道 基于内阁会议已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 将迅速完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对此民主党党首海将田万里 在东京都的街头演说中呼吁 安倍隐藏的野心是举行选举取得过半数席位 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修改建法 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 韩国中央日报甚至预测 安倍这些举动都是为了选举 为了巩固支持基础 安倍甚至可能在选举前或选举后 闪电参摆晋国神社 安倍可能呢 在他选举前后 可能不至于去用参摆晋国神社 这么过分的动作 来所谓去捞取一些保守派的支持的选票 这次在北京中日的这个首脑会晤 在很大程度上 也有美国的面子在里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还做这样的事的话 那么他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 会使自己在政治外交上 处于更加被动的这样一个局面 而且在国内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不排除他有这样的做政治冒险的可能性 在APEC会议之前 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一度有所缓和 但近来似乎又重新强硬起来 日本高官接连宣称 钓鱼岛不存在争议 曲解此前中日之间的四点共识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前与美国举行了名为 力舰的海上联合军演 演习中美军首次出动F22G F35 两种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日媒称演习的主要假想目标就是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表示 希望有关国家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 慎重行事 多做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增进互信的事情 此外为强化对在东海活动的中国军机的监视 日本防卫省选择美国12D先进鹰眼 作为新型预警机 并将于2017年部署到纳坝基地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购置费用已进入日本2015财年预算案 最终将引进四架 ERD是空自正在使用的ERC系列的最新机型 运用较为熟练 在探测目标和情报传递能力方面也很出色 日本防卫省据此判断 其最适合用于西南诸岛的监视任务 此外垂直起降飞机和置空型无人机 已正式决定引进MV22予应运输机 和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余鹰是垂直起降飞机的唯一候选机型 日本防卫省在为佐赫机场部署该飞机 并已向当地提出请求 此外为配合担任登岛和夺岛任务的水陆机动团的设立 防卫省还决定明后年购买52辆水陆两用车 将原定于2018年的计划提前了两年 目的在于加强里岛防卫态势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将采购的水陆两栖车长约8米 重约20吨 可像小艇一样在浅滩行驶并直接登陆 最高时速在陆地约为70公里 海上约为13公里 最多可乘坐24人 作为强化里岛防卫的一环 防卫省2013年度试验性购买了 四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水陆两栖车AAV7 通过开展性能测试 今年11月正式决定引进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17年底成立 总人数达到2000人规模的水陆机动团 今后将再陆续增值3000人 如果购买了AAVV7型这种 目前美军最现已最先进的两栖作战车上的话 使得日本这个陆上自卫队 夺取这所谓的这个离岛的这种能点 会有了一个值得提高 而在大型水面战舰方面 根据最新披露的图片显示 10月14日 日本准航母RDTH出云号 完成第五次试航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该舰武器已经全部安装完毕 按照计划 出云号将在明年春季服役 因为它武器装备都安装完毕了 说明它已经全部调次好了 已经可以进行正常的战斗值班了 这样对它对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海 那个反潜攻击水面舰艇 以及进行搜索拦截和岛屿警戒 等全方位的这种现代化的海战能力 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出境 作为远洋反潜作战编队的旗舰 出云号加入现已后 可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战斗力提升一倍 覆盖的海域也随之增加数倍 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最大的反潜作战平台 是日向级直升机航母 其主要搭载SH-60J直升机 执行大范围海域内的反潜作战任务 即将服役的出云将继承日向反潜旗舰的角色 搭载更多的SH-60J直行任务 出云号服役后 可长期游异在岛链附近关键水域 利用大批SH-60J反潜直升机 充当远程哨兵 进一步压缩别国潜艇和军舰的活动空间 出云号搭载美国的这种海鹰舰载直升机的话 对于在水面活动的中国潜艇来说 也构成了严重的直接的威胁 因此对于这个出云号 搭载海鹰舰载直升机 投入这个战斗直升机 我们不能交易先进 SH-60J是美国西斯科机公司生产的 UH-60黑鹰直升机的海军型号 是从海军型发展出来的反潜型 该机的巡航速度为250公里每小时 作战半径160公里 配有日本研制的反潜探测系统和鱼雷 在日本舰队中 SH-60J是水面舰艇侦察潜艇的中间力量 它主要用于搜索各舰在探测系统 作用距离以外的潜艇 它速度快 机动性强 搜索效率高 范围广 弥补了水面舰艇探浅能力的不足 凭借舰上大批反潜直升机 出云号可为舰队部署和作战 扫清水下埋伏 充当反潜站的开路先锋 此外 美国全球安全网站还指出 出云号可以搭载8到12架垂直起飞的 F-35B型航母舰载机 F-35B具备短距降能力 可在水平飞行中加速至超音速巡航 也可降低速度做盘旋飞行 接着完成垂直降落 起今为止 世界其他个型战机都不具备这种综合战术机动能力 这个F-35可以搭载在这个出云号上 可以移动很远的距离 在东海以及南海 整个西台平安这个海域进行广泛的击冲 这样的话它对中国的这个一系列弹动机 包括航母舰载机殲-15的话 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因此我们对这个出云号搭载F-35这一个新的组合 必须全方位的进行研究 找出它的弱点和制衡策略 感谢观看